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板块专题系列 行业板块专题分析 让你提前洞悉变化 先发智能 周五大型科技股继续大跌 很多都跌破关键支撑点 创新近期低点 后市看来不妙 如果你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follow我们的之前视频 我们都对大型科技股维持长空短多的看法 也就是长期转为下降趋势 短期反弹的格局 简单来说 也就是大跌小反弹 目前很多大型科技股都无法止住跌势 肩中虽有小反弹 但还是抵挡不住跌跌不休的跌势 在2月22日我们有做过一期视频 科技股跌破关键支撑后如何看 可以捞底吗 探讨科技股当时走势 但得出结论仍然是 长空短多 大跌小弹的局面 周五科技股继续下跌 再度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分析及看法 今天我们在板块专题系列 互相比较2月22日分析的图形 与目前最新的图形 为你继续重温及分析目前科技板块 八个大型科技股最新走势 给大家参考 其中五个股我们在最近视频分析过 这五个科技股是 Penta Frontin Great Tech Unison MI 现在再加多三个科技股 D与欧 Innery GHM 现在想来看第一个股 Penta 股价周五起一分前 收盘在3.21 打开之前的技术图 Penta在2月17日 跌破横盘关键支撑3.94后 就加速下跌了 连续出多个长阴线 非常吓人 没有及时离场 又被套住了 现在来看最新的图形 股价之后稍有反弹 不过周五又稍微跌破 目前关键支撑3.24 有漏底迹象 不是很妙 如果短期无法回到3.24上方 继续下跌几率较大 目前关键支撑在3.24 下一道支撑在2.80 阻力转为3.94 技术指标MACD已死差 空军占据上风 目前Penta已处于下降趋势 个人后市还是不看好 第二个股 Fronting 股价周五跌20分前 跌幅约7% 收盘在2.60 股价在2月21日 跌破横盘关键支撑3.10 隔日在跳空下跌一根长阴线 下跌力度大 不过隔日收回一根阳线 再支撑2.80守住 之后有反弹一下到阻力3.10 不过随后再度被压下来 周五下跌一根阴线 跌破支撑2.80 继续创新低到2.54 技术指标MACD已死差 非常虚弱 看来仍将继续向下跌几率较大 第三个股 Great Tech 股价周五跌31分前 跌幅约8% 收盘在3.56 股价在2月21日 以一根长阴线跌破关键支撑4.64 隔日再跌不过 收盘回升上来 暂时稳住跌势 成为一根锤子线 Hammer 锤子线在K线战法中 有止跌的意义 因为有人认为 这根是个锤子线 是止跌讯号 当时个人分析这根锤子线 可能可以暂时止跌 但目前处于下跌趋势格局 个人认为无力反转趋势 因此 在跌破这根锤子线的 低点3.71 几率是有的 而且MACD也是零线下死差 处于弱势阶段了 今天再看其走势 已跌破目前支撑3.71 继续创下新低到3.54 因此 在下跌趋势格局下 锤子线只能止住一时 但还是无法抵挡下跌趋势的 洪流的 目前第二支撑2.88 须看能否守住了 第四个股 UNISOM 股价周五跌17分前 跌幅约6% 收盘在2.63 股价在2月22日 以一根阴线跌破关键支撑2.96 已成弱势 当时分析继续下跌几率大 MACD即将死差 正是死差又会再跌 已处于弱势阶段了 不过隔日收回一根阳线反弹 反弹一下后 股价又再跌 已跌破当时支撑2.96 目前还跌破更低支撑2.66 后市不妙 还没有看到纸跌讯号 第五个股 MI 股价周五跌12分前 跌幅约6% 收盘在1.70 股价在2月21日 以一根阴线跌破关键支撑2.25 隔日虽然收一根十字线 但估计十字线不能反转跌势 看来继续下跌几率大 而且MACD即将死差 已处于弱势阶段了 目前继续看齐图形 已跌破当时支撑1.98 继续创新低点到1.70 后市继续不看好 第六个股 地域欧 股价周五跌34分前 跌幅约8% 收盘在3.99 看图 股价之前有过一轮急跌 不过跌到4.24区间 稳住跌势 并强力反弹一波上来 是科技板块反弹力较强的个股 但反弹到约一半幅度后 就被空军打压回下来 目前还跌破之前反弹的支撑位4.24 下降趋势持续 因此在下降趋势中 任何反弹都是逃命波 目前其下一道支撑3.85 能否止跌了 目前跌到新低点到3.98 个人估计下跌几率仍然持续中 第七个股 股价周五跌六分前 收盘在2.97 看图 股价之前有过一轮急跌 不过跌到3.19区间 稳住跌势 转为横盘 不过近期又跌破横盘支撑3.19 周五再跌创下新低点到2.94 看来下跌仍然持续中 目前下一道支撑在2.88 许看能否止跌了 第八个股 GHM 股价周五跌九分前 跌幅约6% 收盘在1.34 股价目前已形成顶顶低 底底的下降趋势图形 周五跌破横盘支撑1.39 创下近期新低点到1.33 后事不妙 看来下跌仍然持续中 目前下一道支撑在1.27 许看能否止跌了 个人总结 不要随意在瀑布底下玩耍 只要洪流持续向下冲 无论谁都会被冲走 当然如果你是短线高手 在伸跌后捕捉反弹是可以的 但进场前做好止损的准备 不对路是虚快快走人 目前大型科技股仍下跌趋势中 跌破关键支撑一般将继续下跌 非常弱势 一下子又跌破新低点 目前还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想进场捞底的还需再耐心等等啊 好了 以上案例分析仅供参考 没有买卖建议 今天就分析到这里 下期将分享更多好料给大家 我们的频道是分享 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图表 研究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多多支持 即点击订阅哦 谢谢